听着实惠的冯大哥几乎把自己的情况毫无保留的都跟自己介绍完了 康大姐也开始说紧自己的情况来 那时候老伴刚死第二年的时候我就心不早了 有一回我不就是那啥吗 就是那个那个啥胃肠感冒 这个就是咱们胃肠感冒 喝那这后腔蒸汽水吗姐 就在那客厅的卧室这个客厅的里头那个药 抽下里洗手间就在那儿 胃肠感冒了 上吐下泄呀 哎呀妈 我几乎是爬到那块去够的药 当时我就想了我得找个老伴有个肩膀 最近妈妈要有老伴的话 老伴就给我拿药了给我扶起来了 哎呀妈那躺着冰凉的地上 哎呀我就当时我说我得找个老伴了 就那一掺呢 我就心里有个肩膀的那个靠一下 康大姐的经历同样也触动到了冯大哥的心里 谁不想晚年的时候身边能有个知疼知热的伴呢 可是康大姐觉得她现在的条件 找个伴其实挺难的 我身体太好 我糖尿病 等一年半了吧 心者对糖尿病常常来 我就是那么的情况 简单就是情况 他要是以后是站的 那咱们不可以还是住楼 咱们站了不还是可以住楼吗 对对 听到冯大哥对以后生活的规划打算以后 康大姐和陈大姐这心里头顿时就亮堂了 就是这个大棚就比如说 说的我不可能说的 要他自己个里头干活 好个草 这两人大得哥哥还有意思 他累死了个外头好草 我个屋里躺着 咱们一心不忍的 咱也做不到我也不是那人 一样我想清福待着我待不了 你看我丑着外表情的啥 不会干活的学的 什么都出了呗 看得出来 康大姐的的确确是个真心 想找个伴过日子的人 这一番话 听得冯大哥心里可暖了 她怎么办了 她还几点了 康大姐带着闺蜜大老远过来的 冯大哥自然是要见好地主之仪的 不过可巧了 冯大哥带我们来的饭店 竟然是上次红娘 为张立财张大哥相亲时吃饭的地方 张立财就拿这个的 这个前天又重播的 对对对 这就是在这 那就是在他家吃饭 既然感情有喝水都是酒 这边康大姐举杯 还没等说完话呢 从门外突然进来的两个人 把在场的所有人都惊着了 干什么呢 来吧 再来 来来 坐坐坐 这硬是 上次有这个项目 是有这个项目 对 我说你看我的项目清楚 对 这两个人大家还有印象没 就是之前红娘撮合成的张立财和田秀琴 我也做了你的位置 我也是做条位置 在一起啊 我说这么大个 那是那个服位 我说你就做到那边 我应该给你 就是这样 就是我在全国的予兰座 我看节目了 前天还重播了的 前天还重播了看两回了 你过了几天啊 我过了十天三天 我也是 本来是听到消息 知道红娘来了的张大哥和田大姐 只是想过来打个招呼 没想到见面后竟然还是老熟人 我们哥俩 我说你认识很长时间了 这是一个踏踏实实的一个男人 值得信赖 值得依托 有安全感的一个男人 没准将来你俩成了之后 马尼亚 还能吵好旁边的 对 啥时候都邻居 我不是你是娘的啊 我不是你 全身是娘的嘛 对 这么的 你俩啥时候真正性结婚 通知我们一圈 我们绝对 绝对到位 行不行 就反正 我们吃了 有师傅说我说你该回习 不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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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免得为什么要再免 我一会儿就把大姐拉出去 真怕回家走 你站着回不回去我就走了 看着张立财和田秀琴手拉手走远的幸福背影 冯大哥心里羡慕极了 坐在之前张立财才相亲时坐过的幸福座位上 他似乎也看到了未来的他和康大姐的幸福生活 爸 您没有微信 有 我的号 我的什么 我给你打过去 我的号就是微信 其实还是本人头像本人的名真实 我就是那个啥 我就是本人 我的名 我的头像就是我 对对对对 这样是个人的真实 大哥好像照片 我每次说的话 头像是照片 然后微信名就是你的名字 冯俊勇 对不对 对对对 是 你看啊 你俩真实 这俩人的性格像不像 像 咱就说说 这咋就这么巧呢 冯大哥和张大哥是邻居 他也是看了张大哥的节目报的名 又在张大哥相亲成功的饭店 遇着了张大哥他们俩 看着他们牵手离开的甜蜜背影 冯大哥说了 这不就是在给我们打样的吗 这么多巧合凑在一起 我们也真心希望冯大哥和康大姐 能珍惜这份缘分 能有一个好结果